神的道路 高過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過人的一年 她的心裡有難途 她的時間不作物 一步一步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們 你好 在今天空中主日邪的節目裡面 我要繼續和你分享 做主眼中有福的人 今天的課題是 做一個溫柔的人 請你打開聖經 新約聖經 馬太福音第五章 馬太福音第五章 我們看第五節 早到請聽我讀出來 耶穌說 溫柔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耶穌說 溫柔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我們先來思想 溫柔的人 所要蒙的祝福 是 什麼樣的福分呢 耶穌說 他們必承受地土 現代人對地土 特別有感覺 因為 若是有了自己所住的一層樓 甚至是豪華的一個住宅器 自己覺得好像蠻不錯的 所以承受地土 就好像是意味著是發財了呀 其實 主耶穌在這裡所講的承受地土 並不是指承受地上的產業 地上的地業 主耶穌說 所講的承受地土 在言文裡 這個地土就是地球 就是大地 也就是說 照著聖經的意言 當耶穌基督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祂要在地上建立一個一千年榮耀的國度 稱為米賽亞國 也就是啟示錄 後面所提到的 世上的國 要成為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祂要做王 直到永永遠遠 所以在此所論到的 是一個承受地土 乃是指著一千年榮耀的國度而言 而耶穌說 溫柔的人有福了 為何溫柔的人能夠承受地土 承受國度呢 我們先來思想 主耶穌本身就是一個溫柔的人 聖經論道 神把列國賜給祂的愛子耶穌基督 讓祂承受基業 在詩篇的第二篇那裡這樣提到 我們可以看看詩篇的第二篇 在詩篇第二篇那裡 就預言到主耶穌 他論到主耶穌的時候 他這樣說 他說 第八節 你求我 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 將地籍賜給你為田產 在此乃是說到主耶穌 預言到主耶穌 父神是把列國賜給祂為基業 把地籍賜給祂為田產 而主耶穌承受父神所給祂的一切 祂是降世為人 然後祂的一生是向著神柔軟 完全順服神所良給祂的環境 祂是如此來承受神所給祂的祝福 我們再看另一處的聖經 那是記載在西伯來書第一章 新約聖經西伯來書第一章 在西伯來書第一章 那裡就很清楚讓我們看見 我們留意第二節 聖經說 就在這末世借著祂的兒子小玉我們 有早已立祂為承受萬有的 也曾借著祂創造諸世界 在此呢 就很清楚說到 有早已立祂為承受萬有的 我們知道 早已立祂為承受萬有的 耶穌基督神是把萬有赐給祂 祂是承受萬有的 並且祂承受萬有 祂本身是以溫柔的人 祂活出溫柔的樣子 祂是神來成為人 然後活出神心意中所要得著的人 祂本身就是溫柔 反觀 撒旦 他原來是神所造的天使長 但是他卻背叛神 驕傲 要與神同等 他向著神是背叛的 是剛硬的 所以被救主成為撒旦 我們看見 主耶穌 祂是神的愛子 祂從高天來到地上的時候 祂曾經描繪自己的內心說 我心裡柔和謙卑 祂的內心向著神是柔和的 什麼叫做溫柔呢 那麼現在我們來看 主耶穌的榜樣 我們就知道什麼叫做溫柔 溫柔的人能夠承受地土 翻句話說 能夠承受一千年榮耀的國度 那麼 什麼叫做溫柔的人呢 在耶穌基督的榜樣裡面 我們可以看見幾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祂的心向著神是柔和的 我們知道溫柔的人 並不是指著說 有的人天生 他遺傳上他的性格 就是比較溫和的 在這裡所說的溫柔 乃是俗天的美德 是神的美德 這一個溫柔 第一是向著神 祂的心是柔軟的 我曾經在傳福音步道會 完了之後 我碰著有的個別的福音朋友 有些朋友遇著的時候 表面上看 祂好像很硬 但實際當我向祂 在傳福音的時候 很快祂的心就柔軟 就接受住了 但是有的朋友 表面上和祂談的時候 祂好像很有修養 很溫柔 講話很溫柔 但是 仔細在談的時候 卻發覺 原來不簡單 祂口氣是溫柔 祂內心卻是十分剛硬 對於福音 對於神的呼召很剛硬 所以溫柔第一 並不是在乎你外表 你的性情 你的性格 第一是向著神柔軟 讓我幾例子來說 就像 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裡 論到主耶穌的溫柔 我們看一看 馬太福音第十一章 在馬太福音第十一章 那裡就記載著 他說 在二十一章那裡 我讀給大家聽 耶穌在諸城中行了许多異能 那些城的人終不悔改 就在那時候 然後責備他們說 哥拉遜 你誘惑了 博曬大了 你誘惑了 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 若行在推羅西頓 他們早已披麻門徽悔改了 在這一段的禁文裡面 是記載著 主耶穌 他正是 好像是咒詛 好像是責備 他當時在加利利這個省份 所傳到的幾個城市 他在那些城市裡面 行了許多的神迹奇事 講了許多的道 但是那些城的人終不肯悔改 其中包括哥拉遜城 還有博曬大城 然後耶穌說你誘惑了 若是這些神迹 傳在早期的推羅西頓 他們早就披麻門徽悔改了 主耶穌這個時候的口氣 並不溫柔 主耶穌這個時候所講的口氣 是很重的 不僅是責備 甚至是審判的話 一點看不到是溫柔 但是 當主耶穌講完這一切話的時候 到了二十五節 耶穌說 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謝你 因為你將這些事 向聰明通達的人 救藏起來 向嬰孩救險出來 父啊是的 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你會看見 因為主耶穌他的心 像著神是那樣的柔和 他一點沒有麻煙神 神啊為何你不感動那些人 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你的膀壁向誰顯露呢 他一點沒有因為 他已經付出那樣多的勞苦 陰群忠心 周遊四方馬不停蹄的 傳道 医病趕鬼 憐憫需要的人 但是 犯起的結果是 那些人終不肯相信 當他面對這種情形的時候 他一面責備他們 甚至說出了這個警告的話 審判的話 但另一面 他的心向著神是柔軟的 他沒有埋怨神 他沒有埋怨神 說神啊你為何 叫我遇到這種 沒有工作的果效呢 他沒有 他說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謝你 他的心充滿對神是敬拜 是感謝 他一生完全順服 神所良給他的每一個環境 這是恩主耶穌 然後他接著有一個結语說 他說我心裡柔和謙卑 你們要付我的惡 寫我的樣式 付惡呢 就像牛在田裡面耕田的時候 付著惡 預表十字架 跟從主要被十字架跟從主 今天我們要磨成主的樣式 不是僅僅在自私上知道就可以 今天我們要磨成主的樣式 許多時候神一面開啟我們 叫我們認識他的心意 要我們效法恩主 跟從他的角中心 另一面 神也同樣許可一些反景 發生在我們身上 要我們學習什麼叫做謙卑 什麼叫做溫柔 若不是在反景裡 我們是很難學習溫柔 在我們的天性裡面 我們很容易有一個好強的心理 不是和別人辯論 爭論 我們也很容易我們的心呢 向著神剛硬 許多時候 神的話感動我們 神的話安慰我們 服侍我們 光照我們 但由於我們的心向著神剛硬 聖靈就很難在我們裡面工作 所以神因為愛我們 就興起一些反景 而這些反景可能是不順的 可能是讓你遇到失敗的 若是我們像古時的以色列人 他們遇到神奇奇事的時候 大大讚美 但是在曠野的路上 遇到艱難的時候 他們就在那裡埋眼神 他們的心向著神是剛硬的 所以神對他們有一個形容 是硬著景象的百姓 他們經常是硬著心向著神 所以神的話在他們身上 就不能成為他們的祝福 其冤冤就是他們的心向著神 常常是剛硬的 但是主耶稣讓我們所看見的榜樣是 他的心向著神是柔軟的 是順服的 所以聖經說 論到耶稣受難的時候說 他像羊被牵到宰殺之地 又像綿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 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綿羊的柔軟 實在是一個很大的特點 我曾經到過澳洲 在澳洲有一次就看見一個 剪羊毛的這個表演 我看見一隻很大的綿羊 這個牧人拿起電動的刀 就這樣踢羊毛 你看起來這隻綿羊很慘 全身都是毛 但是電動的刀在他身上這樣 踢過去的時候 他一點沒有掙扎 綿羊是那樣的柔順 完全順服那樣的柔順 我就想起聖經裡面論到主耶稣的話 他像羊被牵到宰殺之地 他像綿羊在剪毛的人手下 無聲 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這是早在公元前 五百八十年先知以賽亞所說的一言 到了公元後 主耶稣在他生平三十三年半 為世人的罪成為代罪的羔羊 被定在獅子架上 當他給定在獅子架上的時候 在他受難的時候 他不開口 他不為自己辯父 他像綿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 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換句話說 他是完全降服在父神的主宰底下 完全的順服 所以在彼得前書第二章那裡 也這樣教導我 在彼得前書第二章那裡 他就也特別提到 他說 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 建讀了 然後他又說 他說 他被掛在木頭上 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時 就得以在意上火 然後 在二十一集又說 你們蒙昭言是為此 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給你們留下了榜樣 叫你們跟隨他的角中行 他並沒有犯罪 口裡也沒有詭詐 他被罵不反口 受害不說威嚇的話 只將自己交托給那 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在此 還是說到 他在神的面前 那一種的順服 主耶穌就是我們的榜樣 他要我們跟從他的角中行 要效法他的順服 然後到了第四章的十九節說 你們 那照著神此意受苦的人 要一心為善 將自己的靈魂 交予那信實的造化之主 所以按著神的旨意受苦的人 要一心為善 就是順服 把自己的靈魂 交托給信實的造化之主 所以親愛弟兄姊妹 千萬不要做一個怨天由人的人 不要埋怨神啊 為何讓我今天遇到這種環境 神啊 為何讓我今天遇到 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 不要埋怨你身邊的人 不要埋怨你家裡面的人 也不要埋怨你的上司 你的下屬 你的同事 許多時候神許可量給我們一些的環境給我們 是要我們學習生命的功課 是要我們越過越向我們的主 因為在我們天性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悖逆 我們有很多的過意不去 內心的剛硬 神許可一些煩心臨到我們 是要破碎我們 然後叫我們歇息私之下的破碎 叫我們否認己 放下自己 很自然你向神的揉軟 你向神的心意揉軟 你就充滿對神的讚美 即便在逆境中 即便在苦境中 所犯起的就是讚美 神啊我感謝你 你的美意 本是如此 要知道 當你效法恩主 內心柔和謙卑的時候 你肯扶下來 富富在神大能擋壁之下的時候 十字架在你身上 就失去重量 主耶穌就要對你說 我的惡是容易的 我的膽子是輕生的 許多時候 因為我們的脊太強 不肯接受 神所給我們的煩心 以致呢 一點點受傷 有時僅僅別人多一句話 裡面就累傷了 甚至受刺激 連夜晚也睡不好 甚至失眠了 所謂頂心頂慧 為何這樣呢 因為脊太強嘛 但是神許可 一些煩心臨到我們 因為愛我們 要我們外面給破碎 我們順服神所良心 我們的煩心 當我們肯順服的時候 主說 你們要富我的惡 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裡 就必得著安息 許多時候 我們的內心沒有安息 是因為我們的脊太強了 不肯受一點創傷 一點的破碎 親愛弟兄姊妹 我告訴你 煩境的艱難 許多時候是一個化妝的祝福 不是叫環境改變 是我們這個人改變 我們的內心改變 當我們這個人改變的時候 處處都是喜 處處都是祝福 何處都是可愛 為何呢 因為很容易和別人相處 認真來說 即便在公司裡面 有時候人說一句話 是針對你 若是每次說一句摸一摸你 你就跳起來 那麼你大大損失了 但是若是他碰一碰你 你在主面前包容一下 無所謂 反而受傷是他 不是你 當然我們不要別人受傷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神面前 要學習基督的溫柔 向著神柔軟 常常是讚美神 向著人呢 溫柔的人有福了 也包括第二個意思 這個第二個意思呢 聖經說 是對於神的話語是柔軟的 請我們看一處的經文 是記載在新約聖經 雅各書 在雅各書的第一章那裡這樣說 它說 要存著溫柔的心領受 那所栽種的道 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 二十一節 存溫柔的心 領受所栽種的道 就是能救你們魂的道 靈魂原本是魂 就是我們的情感意志思想 許多時候 我們的心思 給一點的挫折抓住了 給世界難處霸佔了 給許多事物來奴役了 那麼我們的心思 怎麼得到拯救呢 我們的魂如何 從世界裡面給拯救出來呢 就是神的話 而神的話 是像種子那樣有生命的 是栽種的話 我們如何能夠將神的話 像栽種在我們裡面呢 有一個原則是存著溫柔的心 就像主耶穌在 煞種的比喻裡面 他論道 神的話就像種子 我們的心田呢 各有不同 有的心田 是像好土 有的是像路邊 有的是像石頭地上 有的在荊棘上 在好土上的呢 他的心田是給松土的 他的土是松的 然後種子一下子的時候 因為是好土 很快就發芽 就長大些果實 今天我們的內心 我們的心田 也應該是 像著神的話是柔軟的 領受神的話語 所以每逢主對我們說的時候 我們裡面立刻有感覺 就是向著神柔軟 對於神的話也是柔軟 旧約時代 以色列人呢 神差派先知普人 到他的子民當中 三番四次的呼籲 他們都是硬著心 所以我們也實在需要 向著神是有這種柔軟 若是我們天天讀經 我們的心向著神是柔軟的 那麼神的話很容易 向我們打開 神的話也很容易 栽種在我們裡面 存在我們裡面 親愛弟兄姊妹 求主得著我們的心 叫我們能夠向著神柔軟 順福神所良給我們的環境 然後我們也對於神的話 是存溫柔的心 領受神栽種的話 耶稣說 溫柔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溫柔還有第三個意思 就是言語上的柔和 對人的溫和 所以哥羅西書 奈里說到一句 他說你們的言語 要常常帶著和氣 如同用言調和 我們知道今天這個世代 許多人內心都很苦 所以人與人之間很多摩擦 很多過意不去 在家庭是如此 在人與人之間的生活上 常常是這樣 基督徒是世上的言 耶稣說 你們裡面要有緣 彼此和睦 我們的言語帶著和氣 所以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聖經告訴我們 主的仆人不可正經 只要溫溫和和的帶眾人 不可真經 只要溫溫和的帶眾人 總是溫和的 神的仆人應該是對著神的耳利是溫和的 神的耳利彼此之間也是溫和的 溫和的人必承受地土 地土還有第二個預表 就是哥林多前書第三章那裡說 你們是神所耕種的前地 原來神的耳利是神所耕種的前地 前地預表人 所以犯句話說 溫柔的人能夠得人 今天我們如何服侍人 我們是用基督的溫柔 就像保罗在帖撒罗一家 前書第二章那裡他曾經說 他說我們在你們中間 是存著基督的溫柔 是以基督的溫柔 如同母親如養自己的兒女 他在聖徒當中 他說像你們是何等的溫柔 今天我們千萬不要 有時候看見有些肢體好像成長的不大像樣 內心就焦急就定罪 我們需要有基督的溫柔 關心人幫助人都需要有基督的溫柔 溫柔用比喻來說就像一艘船 當他靠岸的時候 輪船靠岸的時候 船的這個邊都有很多輪胎 而這個岸上也有很多輪胎 結果一艘船靠岸的時候 碰輪胎 軟合一下 這個輪胎就表征溫柔 所謂的逆來順受 就是 原本一件狠跡的事碰著你 你裡面不是立刻給他刺激起來 而是用基督的溫柔 多一點的溫柔 多一點的包容 多一點的和平 殆盡神的祝福 那麼我們如何能成為一個溫柔的人 靠著自己我們不能 只有依靠基督 當我們更多給主充滿的時候 我們就能佛出基督的溫柔 當我們給主話語充滿的時候 就能佛出基督的溫柔 當我們多多思想 絕對榜樣的時候 請記住 主的心柔和謙卑 扮演我們有份於主的樣子 好 今天時間關係 為你的分享就停在這裡 殿神祝福你 因為學會比主 與喜愛 耶和華的願意比主 耶路撒冷 耶和華的願意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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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